政府您管党李靖雍在9年選舉白選了好 共調會繼續留在婚臨 候補鄉親 二月十個頭早就在候補的內省立正在辦公室 希望可以燃燒對婚臨 民的候補 提供各種事務的協助和法律的主寸 李靖雍表示未來不會再參選真好共進 不過希望可以繼續幫助到婚臨 候補鄉親 政府您管党李靖雍 看起來真心是非常好 在辦公室他們才有夠處來找來的來賓 早和早上李靖雍率領政府管党在元帖甄頂 與管護團隊新聞 臨後不一定是立正在辦公室 希望透過這間辦公室 可以燃燒他們過去四年對婚臨館的共憲和服務 第一段就是要燃燒對官民的服務 因為過去在管党裡面有一些董事 現在就沒有在管党政府吃飽 但是他們都有很豐富的經驗 第二段是要扮演一個讓婚臨館公共議題的平台 因為婚臨需要關心的事情還有很多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利用它作為一個平台 來及時廣義 形成意見來提供給執政者的參考 除了新立辦公室 候補鄉親以外 在今年代算事例的李靖雍 也賺機會表現他未來的幾個月 雖然未再參與攻擊另外的選舉 但是也讓大家作為關心每年的總統代算 我已經剛才有選不過 我到這個時候 我不想再參與 這四人不想再參與 那四人不想再參與 當然 當然 這是大家在共同關心 正在辦公室的心裡 就參與服務處一樣 有他們專業的法律師 就能幫助在地鄉親解決問題 他們已經跟希望 透過這間辦公室 可以繼續聯合他們跟本人人的感情 三 二 一 結盤 我們這個地方每個星期二到星期六 早上八點到八點五點 都會在這裡開門來為大家服務 我們希望不管你有需要服務 或是你順遇要來這裡聯誼 或是你有什麼地方的一些訊息 要來這裡服務交流 我們都非常歡迎你來到這個地方 說一句話 夏琳雍雍雍 可以繼續服務鄉親是非常難聽 打過最親民的交流來幫總婚姻館民 就是婚姻人最大的幸福 記者 鄉怡婷 蔡宏博特